古印度神话里面有一个将神加耶萨 他是印度神话的史诗传说摩赫婆罗多的记录者 传说他写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笔写坏了 他为了继续写下去就把自己的象牙给摘下来的一支 当做笔继续写下去 我们已经爬了很多年了 这个东西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了 我们已经写完了半部摩赫婆罗多 为什么不继续解下去呢 潘滨肯定是有一定风险性的 因为我们知道理解了这个东西的风险 明白它的危险系数在哪个地方 会更紧身一些 看到中间那个地方 它上面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这个冰壁会不停地变化 不像岩石 它是很完整的 今年是这个样子 明年还是那个样子 但攀滨不是 水流温度不同 它的冰壁的状态是不同的 你每次爬的感觉最后都是不一样的 家里人啊觉得这个是危险系数很高的 都会反对 但是不做这些事情感觉就少了点什么 这就是你付出了很多才会得到收获 我爱好这个东西 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这就是这些石头 材财应者 就是吃营 就算啥 添呢 上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